赵金的人生前半段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他经历过家庭的破裂 妹妹生病 以及生活中的一些背叛这些问题 此外赵金还要应对自己的内耗 需要关注的事情很多 他就会忽视自己 也会忽视自己 对自己产生否定或者怀疑的情绪 赵金可能要在心理上与他人保持距离 就不是说他在待人接物 或者是为人处事方面显得孤僻 而是那种明明他在身边 但是会让别人感觉有距离感 他是一个心房有点重的人 也有对幸福的渴望和未来的不安 但又要面对很多人生装中的现实问题 所以我希望他前期看上去有一些顿感 他会隐藏起来 赵金确实是个挺温柔的人 而且他一开始甚至有点不善言辞 有点木讷的感觉 他的温柔是在多年的生活中 磨练中逐渐形成的 他习惯了等待 习惯了被选择 习惯了顺从命运的安排 在感情上赵金不算是一个勇敢的人 只遇到了许诺之后 他从知道自己的心意之后 就把自己放在了被选择的位置上 然后随着故事的推进 点点的暴露出自己真实的性格 你也会抛弃我们吗 他骨子里还是有这个劲儿的 要努力 要争取 我喜欢你 开始心动的时候 他不能越界 然后等两个人 后来名正延伸在一起了 还是很难得到认同 明明相爱 然后却要解决两个人 在心态上出现的问题 整个过程中充满了各种难关和困扰 但庆幸的是 最终结果还是好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 拿到他这样的剧本 并走到一个好的结局 最后他能够接受自己的平凡 放下内心的包袱 然后勇敢的拥抱自己所爱的人 是很幸运的